小玲跟阿本今天來 是為了要向另外一位 阿字頭的人致敬 跟他們致敬的方式呢 非常的誇張 就是阿本說那個人的世界 對他來講 你是漫畫看多嗎 是女神 他順便的也覺得 女神在微博上所關注的 男生跟女生都是神 可是不就是 就什麼 這都是凡人嗎 我是火神 我是火神 你們剛才看正元唱演 搖滾樂手的時候 有沒有很感動 你們知道他男朋友 是搖滾樂手的事嗎 不知道耶 你們不知道 是誰啊 可以講嗎 刺客樂團啊 真的嗎 的吉他手 林立文 你如果不想公開的話 你就自己想一套說法吧 現在 就我們可以再演一次啊 你們知道林立文 在跟誰交往嗎 不知道耶 誰啊 搖滾樂手 哪一個搖滾樂手 刺客樂團的吉他手 沒有啦 就是 再給你一次 你也演得這麼慢 哪有太... 你根本就想公開嘛你 我沒有 因為你們太突然了 我這邊也很突然 我知道他為什麼會跟搖滾樂手交往 因為只有他的音量 可以蓋得過搖滾樂的音量 沒錯 因為男友標吉他 根本聽不見他的聲音啊 然後他就尖叫說我愛你 就搖滾樂手交往 他... 我愛你 什麼 對耶 我就講 我跟你講 你人地六感 就是你平常都是非常的放鬆 可是有一天會突然有個聲音 在你耳邊說 然後你就會說誰... 他就會說 現在就去看 你就說好 現在就去看 然後一拉開抽屜 你就會真的看到一些 你不想要知道的東西 又回來處置 剛剛他在留言耶 其實當下他在被甩耳光的時候 他的眼神是看到我們兩個 你知道 我那時候 我當下我好心痛 所以如果... 所以如果剛才的戲碼是說 徐希蒂一走進攝影棚 寶媽就把名牌摘下來 丟掉 說希蒂 你會不認得我是誰 他就給你一個耳光這樣子 我說現在上分就上還怎樣 現在上分就上 你不應該落淚嗎 然後用絕望的眼神望著我才對 這才是戲碼 對啊 如果以我俗辣的個性 我就會哭 然後就跟你求救 然後想說你幫我... 然後我就會比說 那我就會比 導演就換腳 換腳 然後我們就... 大家一直想... 才想到說那個女生 很漂亮 那個女生 連她名字都忘了你知道 就那個女生 然後就把她再找回來 才在你現在有在放鬆嗎 我想說我都不想換 你們應該會幫我收拾掉 就看不見你了對不對 你以為你有抖影星抖風啊 我用余光看到你是徹底的 在發呆耶 我常這樣嗎 你怎麼可能在綜藝節目裡面 發呆啊 我還是有在聽啊 我只是在想... 對啊 你在想... 不是 我在想 我沒有 整個在徵選那個陳奕涵的 這個過程 所以後來臨時換成陳奕涵 你滿意嗎 我其實對我來講沒有差的 因為... 因為即便是新人也好 或者是演過戲的也好 他的心中只有一個地位 就是要留給... 我們這樣子是人嗎 不是 因為一回宿舍 門就關起來要打了 你是團長 所以你這樣就先回去 對 那我也跟立揚就想 怎麼辦... 兩個也只好說 你打在外面喊 真的要打沒關係 不要打臉 明天還要拍照 沒有... 沒有... 真的打嗎 真的打起來啊 你說垂胸膛啊 就...不知道 如果... 你說是垂...是這種垂 是垃圾... 沒有... 那個比較可能發生在他們那邊 就是這兩位 然後...然後要打臉的時候 不要打我臉... 照理說這個哭完 然後抬頭對看 不就是... 沒有... 因為立揚就會這樣... 立揚就會說 好了 不要哭了 然後就幫他擦眼淚 然後就... 沒有... 沒有 那天其實就是月亮還滿圓的 然後風也滿... 好 我們來賭一下 四個大哥誰會包最高 我覺得憲哥 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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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的個性 應該是飛哥吧 好 兩票... 兩票飛哥 三票憲哥 憲哥 你看 憲哥的個性 飛哥現在在電視鞋面中間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憲哥有來 我就已經... 我跟你講憲哥來沒有包 我都已經很高興了 我跟妳打賭 飛哥這集看完會補錢給他 差多少 補錢是不是 我們這樣子 我也覺得他是俏皮的 他不會說妳怎麼長那麼可愛 但是可能會有娃娃音之類的 黃曉睿有娃娃音 不知道 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 也覺得他應該是一個 有小女人面的女生啊 什麼是沙雅的娃娃音 因為沙... 寶貝 因為她的意思是... 是林志玲生看以後的聲音嗎 寶貝 去哪一種餐廳比較好 燒肉店 可是很多場面都會很尷尬 因為以前是哥們的時候 你就會說 妳很煩耶 打他 可是現在變成是這種曖昧觀念 就有妳很煩耶 然後就... 然後我就會說 妳的表好濕毛 就有看一下這樣 妳的表好濕毛 你們兩個好暗眼 說來...吃那個雙頰肉 然後現在吃雙頰肉 所以妳這樣 叫他是叫什麼 我一直跟他說不要講我叔叔 有沒有好老的感覺 他就是我叔叔啊 所以叔叔跟你講 阿姨怎麼樣的不好 沒有...沒有說他不好 是說他鬧小脾氣 所以叔叔叔會說 妳阿姨今天又在鬧脾氣了 他又會說 妳就知道阿姨就這樣啊 他年紀大了就是會... 可以喔 他會說你們年輕人 應該不會這樣鬧吧 叔叔 你怎麼... 你也是年輕人 對... 看到我在錄影當中 比這個會很煩惱的是什麼 所以製作人會很開心 因為製作人很高興 他可以有兩集的內容耶 製作人要看當下那集錄的 就是覺得精不精彩這樣子 所以如果不精彩 結果我卻比這個 他也很煩惱 他就會...他開始會搖頭 然後可是如果康哥 再比這樣第二次 他就會很為難點頭 然後我就會手刀衝出 攝影棚開始就是 打電話給 為什麼 因為下一場還有來編 對啊 要延後他們的時間 因為有時候你比這個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 好 因為我為什麼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現在要比這個 然後我會收到什麼 我覺得今天... 我通常會對你先比這個 你如果搖頭我就沒辦法 你都是先對製作人比 我都會先看到你們在這邊 這樣比來比 然後製作人就會在看我 然後就這樣 因為我都會這樣 所以自製作人平常對我搖頭 是因為妳傳過去的嗎 因為他對於先看你 然後再看我 我就會隔空這樣 然後他就會再很害怕的 跟你這樣 可是如果我再比一次 他就沒辦法 對 然後一路完我就會進那個化妝間 跟我的經紀人說 蔡康老師有多嚴重的失眠啊 你懂嗎 然後妳可以 他的床 那我們現在練習一下 他在瞪妳耶 他不理妳 好 那我先問妳 可以嗎 因為我們段落都沒看了 我覺得今天這集可以 而且我也不想帶走回家 好 好 好